英国一家媒体拿到了一个所谓的独家报道的猛料 说是中国在8月份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武器实验 据说消息的来源是美国国防部的相关人士 以此来表明这个消息具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 这个报道说在这次实验当中 中国发射了一枚导弹 打出了环绕地球飞行的这样一个轨迹 然后它的导弹的载荷 在飞行绕地球一圈之后 向下在临近空间 以巡航姿态高速飞行目标 据说美方的官员在披露这个情况的时候 展现了自己的大吃一惊的一面 这个大吃一惊呢 我想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是飞行技术方面 我们知道如何实现轨道飞行的载入断 改为临近空间的高超音速飞行 这个以前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目前我们掌握的一个公开的高超音速的飞行技术 大部分是高超音速的滑翔助推模式 也有的采用的就是这样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模式 当然我们的东风时期就是这种滑翔助推模式 这种技术呢 只需要用火箭把飞行器打到临近空间就完成了 而这次的大气层载入 这个技术难度不是一心半点的 可以说它集合了一个航天大国全套航天技术 是一个航天技术的集成 第二呢是战略方向方面 这次实验美国人说我们中国发射的这个飞行器 是从南极方向飞过来的 这就意味着如果说它改为现役的话 就直接废掉了美国现在所有的陆基 海基的反导作战系统 美国的这套系统 它严重依赖早期预警雷达和拦截制导雷达 但是这种雷达呢 它是X波段工作的 市场非常狭窄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海基X波段雷达的 只有五度的市场 所以它的本土和海外部署的预警系统 都朝向俄罗斯导弹来袭的北极方向 但是现在出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威胁方向 那么它所建造的 无论是固定的 还是移动的这样导弹防御系统的预警体系 要进行全面调整 第三是拦截方式方面 我们知道高超音速武器呢 是现在公认的游戏规则的颠覆者 任何目前的防空反导的系统 单启动时间就需要四到五分钟 这个在高速飞行面前 是根本没有招架之功的 而且高超音速飞行 它的高度都是在三万米以上的临近空间 这也是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 拦截的一个空白点 所以特别重要的是呢 这种轨道飞行 然后转入临近空间的高速迅航 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主动攻击 对手还处于一种上升阶段的洲际导弹 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战略防御武器 而且还具备攻防兼备的这样的意义 那么他们美国人当然会害怕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